三天没吃饭的印度小伙饥饿难耐 竟然冒死抓了一头流浪神牛 大卸八块之后 烤了一只40斤的牛腿 每每地吃到撑 印度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 牛作为农业生产的支柱 一直发挥着主导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 印度人对于牛的重视程度是无与伦比的 加之在印度教的神话故事中 牛又被描绘成了是几个大神的座旗 比如师婆神 他骑在他的公牛南笛身上 而在古代印度教的文献记载中 母牛则是更加的神圣 他可以满足人们所有的欲望 他的牛脚是众神的家 他的四只脚 分别又象征着生命的四个目标 包括物质财富 欲望 正义和救赎 自然而然的 牛舅就变成了印度教徒的神圣动物 狂热的宗教徒 不允许任何人伤害神圣的神牛 对于占据着印度14亿人口中 近80%的印度教徒来说 他们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谁要是胆敢伤害他们的神牛 除非是他不想要小命了 在很多的部落地区 根本没有法律二字 只有肆意妄为的私刑 一般来说 水牛和黄牛 是相对不太那么神圣的牛种 也都是有主人的 除了干农活之外 甚至还会被吃的 淡白色的牛牛 那是真正的神牛品种 平常呢 根本没人敢管 往往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穿梭于城市的街道 和乡村的田地之间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比如小商小贩所售卖的水果 农民们所种的庄家 吃饱了 就可能躺在一条繁忙的马路中间 你还不能打喇叭催促 加之有时候会因为食物短缺 或者是处于发情期 使得这些饥饿的神牛 很是好斗 经常就有神牛攻击 甚至致死人的报道 据统计 目前印度有超过1000万头流浪神牛 在主要城市的人行道上漫游 阻塞小村庄的交通 并破坏农田 这使得很多印度人早已怀恨在心 却是敢怒不敢言 但是呢 天下之大 往往皆为力往 我们都知道 印度是世界第一大牛肉出口国 出口的当然是水牛肉了 但是呢 有时候一些牛商 为了利益 就会偷流浪神牛去凑数 其中多是穆斯林 或低种姓贱民达利特人 不被发现还好 若被宗教警察 或当地右翼团体发现了 迎接他们的 就是上天堂或者入地狱 但是呢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总会有人敢于冒险 毕竟印度的穷人不少的 他们都已经穷得要吃土了 还会怕什么 就像眼前这个叫做吉吉的人 他已经饿着肚子 三天没吃个什么像样的东西了 皆有任性流浪牛 他可不想做个路上的冻死骨 吉吉这个牛人 就搞了一头流浪神牛仔的事 而今天 他决定先考一只牛腿 来记一下自己的武藏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神牛可能是因为整天走来走去的流浪 牛腿肉被锻炼得很是健硕 经过炭火的烘烤之后 不停地滋滋作响 因此太短肚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神牛虽然已经宰了 但是吉吉还是有点作贼心虚 全城都是东张西望 一副坠坠不安的样子 直到天黑 牛腿也才算是烤好了 吉吉也是敢吃烤牛肉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神牛是很罪过的事情 但烤牛肉又很香 吉吉边吃边纠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牛肉好吃但是心不安 这真是一个纠结的事情 有点最错 总好 有点脱口 十多口 只能吃完 中文字幕——YK